和平安路J은 Ando 투데요 retire 職位 2016년 3월 기자 那种不择手段 那种辛苦 我现在想到 我的连ungkin那么大的 还要上它 knew 统靠赚钱 我真实 哈哈 我以前各位觀眾朋友看到這一集的人 記得 錢雖然很重要 事業雖然很重要 你一定要顧好你的身體 因為你一個人身體不好 你會影響你整個所有的親情 友情 什麼都會 大家會不捨 你一走大家都會很難過 菜頭老師 其實菜頭老師曾經有好長一段時間 一直都在工作 都沒有休息 那時候要買第一棟房子 那時候我是 警備總部白血育工隊的老師 舞蹈老師 對 他就在永和橋頭旁邊 對 那時候還不是在那邊 那時候在旺大路 那時候一個月兩三萬嘛 那兩三萬以前的兩三萬是還不錯 是 一般那時候 老師也差不多沒有我這種心理 兩萬多 我是三萬多 舞蹈老師 那心裡在想 一定要買一間房子 因為我要接爸爸媽媽 還有我弟弟妹妹要讀書 我一定要全部把他們來台北這樣子 我工作到時候 有時候三天三夜都沒睡覺 我就開始找 因為我教舞那時候常常得獎嘛 常常得獎 那歌廳方面的人就傳出來舞蹈界 傳出來說有一個叫蔡斯文 舞蹈排得很好這樣子 對啊 那時候國防部的金項獎 金項獎我拿 我連續拿過五屆金項 所以說那舞蹈大家都傳出去說 喔 現在有一個白血液工的 有一個舞蹈老師蔡斯文 這舞蹈排得真好 金高百 還金高百 所以歌廳就 有人來找我 重金要領聽 那個後台的主任 就第一端就接到一個 歌廳的那個舞蹈老師 然後我去排 排一檔 第一檔一排 風洞 不得了了 台北排對不對 高雄的藍寶石 台中的台中酒店 我那時候排幾個地方 那時候他們就叫我組團 那我就開始組團 然後大家都知道我的名氣 我要組團那時候很快就跳蔡斯文 好多舞蹈 我的團員 最少有一百個 台灣 這北中南這樣 全國到百分之七十的 舞蹈市場都是舞蹈 我在排我排到什麼程度你知道 每一個禮拜有 每一個禮拜的換檔 有的是兩個禮拜 有的是十一天 那時候鑽死了 什麼鑽 是真的鑽 而且 但是問題是 這老師是屬於 景總的白雪義工隊的老師 誰敢欠爬錢 我派了幾乎 幾乎有三天三月 所以就是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對不對 排五馬 然後彩排什麼什麼 我怎麼排台灣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請司機 我到現在還不會開車 我買第一部車的時候 就請司機 然後從台北第一個叫 我是怎麼排你知道嗎 沒有人像我 像我那麼那麼辛苦的 在賺錢 那麼那麼愛賺錢 因為我一想到家長會長那個 隔離到鄉上 我就算不可以 第一個 我叫司機開到高雄 等我 他先下去 我坐飛機 那時候沒有高鐵 是是 坐飛機 坐飛機 時飛高雄 第一的話 先把高雄排完 第二天 坐司機的車 在高雄等我 開到台南排 排完再開到台中排 排完 跑到桃園來排 中也有 那時候中也有 然後回來再排 你看看 那種不擇手段 那種辛苦 我現在想到 我年紀那麼大 還要上康 通告賺錢 我真是 真是 奇怪 我是不是這輩子 你一定要從小 一直 像牛一樣 沒有休息過 一直再來 但是 但是也因為 那個窮的那個經驗 也激勵了 你有很多的行動力 對不對 對 所以也大宏過 大直過 也賺過很多錢 當然 而且現在 身體很健康 現在身體很健康 但是人生最重要的就是 你能幹就去幹 但是你要記得 不要過了 我就是過了 請貪婪 貪婪 你看 有一棟房子 就想買第二棟 第二棟就想買第三棟 就像何篤林這樣 有六棟房子 我還不買 這樣 不要再想買 不要這麼貪婪好不好 一動就好了 夠住就好 沒有那麼多 有貸款類 壓得喘不過氣來 我最憋慘的除夕夜是 我當兵的時候 當兵的時候犯罰 一定要到東影去扶勞役 你在東影啊 好遠喔 我去那邊繞過軍 那是我們中華民國裡面 最冷的地方 比媽祖還能 真的那差不多天涯海角 爬得那麼好 那除夕夜 而且那個那時候在東影 那個冷風七七 起寒側骨 然後在 都住在碉堡 地下挖碉堡 然後我是砲兵隊的 打砲的 然後 一想到 那時候幾歲 二十一歲還是幾歲 一想到家裡 父母親 弟弟妹妹 想到一些朋友 然後我們穿美襪 還戴那個 戴了很多 然後我就有一個人 在島上 遙望著台灣的方向 然後 心裡一直在想 我的命運怎麼苦待見 苦待見 苦待見 為什麼要被關過 被管信過 當兵還被國軍開除 國軍都是 國軍都在欠人 還會把你開除 我是海軍被開除 然後到東影叫做 反共救國軍 那個眼淚好像 下雨一直滴 沒有哭就一直滴 一直流... 心想 除夕夜 大家在圍爐 我怎麼這幾年除夕夜 都在關 不然就是在... 在扶牢裡 心裡想 那時候忽然間想到 因為我碰到一個貴人 我們主任 幹信班的主任 跟我講 蔡頭 你將來也是一個 就像黃有浦老師 常常跟我講 我看我的五官 他說 你將來是一個大人物 你真的是一個大人物 我心裡在想 大人物 因為我那時候看的書 都是蕭雄 你知道嗎 拿破崙 希特勒 這些 我說愛讀書的孩子不變壞 但是選錯書了 會變很壞 不是 那時候我最欣賞的 就是蕭雄 然後我心裡在... 拿破崙 也是阿 他也會做總統 我也有 希特勒也不高 希特勒也不高 鄧小平也不高 蔣辛國也不高 真的 都被疑點到了 真的 矮人 世界上的唯人都是矮子 包括我蔡斯文 你看 好啦 你 愛誰是我啦 就想家就流 真的 眼淚就流 所以說我奉獻一些 現在的年輕人 這裡就是要真的 我講的都是真話 因為我從來 你看 都連現在才知道 我去東營 不過意對不對 我很少講 一定 第一 不要吸毒 這是真的 不要到詐騙集團 去當那個幫手 人生實在是沒有什麼 你只要你向上 心善 心 要有一個慈悲的心 你一定要從善如流 做什麼一定都 老天都會幫助你 像我 真的 這是真話 真的 那時候我心裡就想回來 我一定要改過 真的 我從東營回來到現在 真的都改過了 但是還是有黑道背景 就是 太頭老師 今天讓你比較傷心的是 是你親弟弟 走了 這一段 其實我都不在電視上 你弟弟小你幾歲 小我十一歲 好 那還年輕 十一歲 差很多耶 對啊 說到我弟弟我就 很悲哀 因為他是 我從小帶大的 我非常非常 到現在都不是 每天 他已經過世 播的時候才要半年 他是怎麼過往的你知道嗎 他是個非常優秀的 一個年輕人 他是一個很樂觀 很上進 有陽光的地方 他就到有陽光的地方 從來沒有抱怨過 也沒有說 我的前途忙忙 從小沒有 讀書得很好 再拿到博士學位 好優秀 對 後來就到北京當教授 在大陸當教授 好 那有一天 我們家族 我們家族都有早安晚安的習慣 用微信 就是大家報平安 他女兒很優秀 也是北京大學的壽司生 本來要上博士 就為了我弟弟的事情 現在回來了 怎麼奇怪 過年的時候回來嘛 一回去 晚安 早安都沒有 那女兒多晚幾天 沒有回北京嘛 我侄女嘛 大家都很奇怪 那就開始找 我侄女就趕快叫同學去找找找 後來找到 只有兩天 我們兩天沒有早安完安就急了嘛 一定有事情 不然到那一定要 我侄女趕快打給他 北京大學的同學去找 找到了 我弟弟昏倒在他的客廳 那時候已經昏倒 然後趕快送醫 什麼原因 腦梗 這個腦梗 我在這裡圈他 腦梗是腦筒 就腦筒 就心肌梗塞的梗 腦梗 然後就趕快送 太慢送 因為已經早了兩天了 早了一天 一天多 還有呼吸 然後就趕快送到醫院 送到醫院的時候 就已經變植物人了 他就是昏迷不行 一定是植物人 所以後來就趕快靠關係 看看有什麼好的醫生 在北京的大師去看怎麼樣這樣 大家就咬頭說 這個很難救了怎麼樣 那在那邊差一個月 我心裡在想這樣也不對 我們就找一些朋友 我就家裡開會說 一定要把他 送回來台灣的醫院這樣子 就包飛機 專機 那個很貴 包個飛機就快要一百萬 專機送回來台灣的三種 然後開始打幹細胞 幹細胞是一起兩針九萬塊 很貴 那個都要自費 那差不多十幾天 我們去看他的時候 他也會動了 以前植物人都不會動 在一個月都沒有動 回來十幾天已經要開始動 拍他一下 我們就講 我們來了你知道嗎 如果知道的時候腿動一下 那就腿動一下 我們就發覺到很有效 然後就 就每天大家都輪流去看 然後後來也會動手動腳 什麼都OK了 後來我們心裡就感到一定會好 然後那個主事大一會兒跟我們講 有希望你弟弟的生命力很強 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當我們很高興的時候 我跟你講有時候樂極生悲就是這樣 後來醫院打電話來說 你弟弟病為快 我們嚇一跳 我們就趕到醫院去 在急診室 怎麼搶救都沒有辦法 在那邊 就往生了 他不是好好的嗎 結果檢查出來是什麼 心肌梗塞 不是腦梗石 是心肌梗塞 因為他以前在廈門 當醫生 當教授的時候 他也是有一支心肌梗塞 我衝到廈門去 他裡面有裝了兩支支架 不然間這樣 我聽 我看到我弟弟這樣子往生的時候 你知道我的心情那種 人 其實我跟你講 生老病死 雖然我活到70歲知道 要走這條路 但是我是不甘心說 這麼優秀的一個人 怎麼會這樣子就走 你知道我難過到現在 我幾乎每天都會想著我弟弟 因為他確實是太樂觀 很健康的一個人 思維非常的健康 沒有什麼 我煩惱什麼沒有了 就一直往上 一直走 所以說 生命真的很要求 你不要以為說 你平常 一直賺錢 一直想賺錢 一直想賺錢 好 你很有錢的時候 健康沒有了 其實我弟弟也是太過分於事業的 因為他當教授還是人家做什麼 很多深究 所以說一講到他 其實我現在也一步無裂了 眼淚也流光了 但是我在這個第一次上 對我弟弟的懷念 不是說幾年就可以過去了 我也希望各位觀眾朋友看到這一集的人 記得 錢雖然很重要 事業雖然很重要 你一定要顧好你的身體 因為你一個人身體不好 你會影響你整個所有的親情 友情 什麼都會 大家會不捨 你一走大家都會很難過 好 在這裡希望各位觀眾朋友 一定要保重